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 我今天呢 读完了这本书 这本书很厚啊 有六七百页 我是用速读的方式来读这本书的 这本书在美国啊 被称为职场圣经 在序言里头 推荐部分呢 也被咱们中国人称为 求职界的九英真经 我一开始看这个题目呢 我还不明白 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 什么意思呢 后来啊 看了本书的目录 我才明白 本书其实讲了三个内容 求职 跳槽 和创业 如果你要求职 你要跳槽 你要创业 看这本书啊 一定会有收获 所以极力的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我们的求职就好像跳伞一样 你想要着陆在什么地方 跳槽 又好像跳伞一样 跳伞呢 是很刺激的 但是跳伞呢 你要学习很多的事情 才能够成功的跳伞 所以跳槽 就好像跳伞一样 有很多方面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创业呢 更像跳伞一样 有很多的知识 是我们先要具备的 例如说 先要有创业的思维 再去创业 所以不管是求职 跳槽和创业 都好像跳伞一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降落伞 是什么颜色 找到适合我们的 降落伞的颜色的降落伞 让我们成功的求职 跳槽或者创业 2008年大家都知道 金融海啸 从那个时候开始 求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8年以后 有人统计啊 2008年以后 很多的人倾向于 在网上求职 当然很多人 还是去面试的 凡是走过的路呢 都会留下痕迹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 使用的时候 都会留下我们的痕迹 所以在有些大城市 大国家 他们不仅仅是 看我们面试的那一张纸 他也会看我们 在Google里面 我们的痕迹 他通过Google 就可以了解我们的 许多的信息 很多的时候 最终被录用的那一个人 不一定是最能干 最能干好那份工作的人 而是最懂如何 才能够被录用的人 所以本书第一部分呢 当然是谈到求职 我们过去是说 哎呀 我失业了 我得找一份工作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写简历 在互联网 还不流行的时候 是这样的 面试官呢 了解你的唯一方式 就是你所写的那一张纸 从我们这一方面来看呢 我们完全可以掌控 在纸上写什么 我们可以躲开 过去那些让我们尴尬 或者是遗憾的事情 但现在呢 我们除了要留意 我们的给面试官 面试的那一张 简历的那张纸 履历表之外 我们也需要注意 我们在网络上的 对自己的介绍 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引起注意 所以当我们去面试 特别是一些大公司 去面试的时候 我们希望雇主 在网上看到 哪一些关于我们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 不管是填写我们的资料 我们都要多一份的警醒 当然我们并不是 在网络上故弄玄虚 我们是要真实的 但是我们真实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要有一份的警醒 另外如果我们求职 我们可以创造性的求职 有三个问题 可以反思自己 第一 我最爱使用的是什么技能 第二 我最想在哪里使用这些技能 第三 我最后应该怎么样找到这个地方 这是创造性的求职 第一 我最爱使用什么技能 第二 我最想在哪里使用这些技能 第三 我如何找到这样的地方 如果你求职不顺 那就需要花时间全面的研究自己 这方面呢 等会我们还会再谈 如果我们去面试 如果有几个雇主 面试过我们 却不录用我们 这个时候不要泄气 几个雇主不录用我们 不代表全部的雇主都不录用我们 面试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做功课 有一位老板说 他说我很讨厌求职者进来就说 哎 你们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会把工作给那些进来对我们做了研究的人 所以啊 面试之前一定要做功课 去看看那个公司的网站啊 了解一下他们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们面试的时候 尽量的控制时间 不要啰嗦 你可以对老板说 我说过就花您19分钟 我得遵守承诺 19分钟 你就马上停止 这样会给雇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你很男人 你很女人 你是重诺言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非常的罕见的 其实雇主啊 他们是对我们的工作史感兴趣 尤其和正在讨论的职位相关的工作史 所以你不要花大篇的时间 说你在哪长大 有什么爱好习惯等等个人的历史 你可以避开不谈 其实我们应该让老板知道 让那些面试官知道 让他们能够得到几个问题的答案 例如说 你为什么来这里 意思是 你为什么敲我们的门 而不去别人家 你能为我们做什么 意思是 如果录用你 你能帮我们应对挑战吗 你是什么样的人 意思是 你适合吗 你的个性容易相处吗 你和我们这里的人有同样的价值观吗 还有 是什么将你和其他19个 甚至几百个深情的人区分开来呢 我们请得起你吗 这是薪水的问题 所以 如果老板要录用你 面试官要录用你 他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然最后面试官可能会说 对于我们公司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你可以问这些问题 这些是 技术量含金非常高的问题 过去五年公司经历过什么重大变化 二 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 这个公司最成功的员工有什么特点 您觉得这里的工作未来会有什么变化 您怎么看这个业务领域的同盟同事 或者竞争对手 这些可以问 特别是大公司 你可以问这些问题 面试里面呢 我们要遵循50和50的原则 就是用50%的时间说话 然后用50%的时间你去听 倾听 然后要遵循20秒到2分钟的原则 也就是该你说话和回答问题的时候 如果想要给雇主留下最好的印象 一次尽量不要超过两分钟 实际上有时候啊 一个好的答案 只需要20秒阐述就够了 我们也要明白细节决定成办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当然你不需要打扮的像结婚一样的正式 正确的做法是你的穿着要和你应聘的岗位气质相符 其实很多的公司要找的员工啊 他们都在乎一些通用的能力 比如守时 可靠 态度良好 积极 热情 不仅仅要钞票 记住守时排在第一位 还有自律 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 能够团队合作 灵活 适应新环境 热爱学习 任务导向 目标导向 有创造性 正直 忠诚 辨别机会等等 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些特质 我们的求职啊 容易成功 结束面试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五个问题 问面试官说 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吗 第二个问题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最终的消息呢 如果雇主说 我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那你再问 我能问一下 最晚什么时候 能得到您的答复吗 再问 如果到时候因为一些原因 您没有答复我 我能够联系您吗 如果雇主或者面试官 他在第一个问题 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吗 马上否决了你 说不 那你可以问第五个问题 您觉得其他人 会对我的技能和经验感兴趣吗 面试之后 当天晚上 你就要写一封 写一封的感谢信 这是尊重面试官 雇主通过感谢信 能够看出来 你擅长沟通 记得感谢别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求职方面的薪资谈判 我们去面试求职的时候 绝不要谈论薪水 除非在面试流程结束的时候 他们明确的说 你想要多少薪水 这个时候 你才提到薪水 通常当对方主动提到薪水的时候 恭喜你 你有可能被录用了 我们要发掘出雇主最多愿意给我们多少钱 而我们求职的人 千万别做先提数字的一方 如果可能的话 争取让雇主先提数字 当然我们面试之前 我们先要调查这个职位相关的 在市场上的薪水情况 这样当雇主提出多少钱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报的是比较低的价格 还是最高最后的报价呢 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功课 要做一些调查 通常我们所得到的那个薪水 比下面的人要高 但是比上面的人要低 所以你也不可以太过分 但是也要知道 他是不是最低价 或者是最后的报价 谈完了薪水之后 其实我们应该谈谈公司的福利 通常我们所说的无险一惊 代薪休假 培训等等 我们还要了解公司的福利 如果你求职的路上不顺 怎么办呢 如果失败 坦白承认 再去找别的办法 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尝试 求职失败 你还要学习全面的了解自己 我们这一个人呢 就好像一朵花 一朵花 大家可以在白纸上画下一朵花 这一朵花有七个花瓣 也就是七方面来进行自我探索 中间是一个花瓣 旁边再画六个花瓣 第一个花瓣呢 是你喜欢的知识 感兴趣的领域 第二个花瓣 你最喜欢和什么人工作 第三个花瓣 你能够做什么 你可迁移的技能是什么 第四个花瓣 你最喜欢的工作环境是什么 第五个花瓣 你期望多少薪水和责任范围 第六个花瓣 你最喜欢工作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 第七个花瓣 你的目标 使命和意义角度是怎样的 通过这七方面来全面的了解自己 全面的了解自己 会帮助你找到更适合你的工作 你更喜欢的工作 你可以从从前的工作中了解到什么 另外呢 在工作之外 你有了解什么 写下工作之外 你涉猎的知识 比如古董 园艺 烹饪 预算 装饰 摄影 雕刻 等等 关于我能做什么 爱做什么 你使用的能力 可以迁移的能力 是选择任何职业的根本 相当于原始 其实说白了 我们的技能越简单 通常越被人支配 你看那些餐馆大厨 本事稍微多一些 就比较牛一点 如果你只是会洗碗而已 技能越简单 通常就越被人支配 关于使命和目标呢 有九个领域 第一个是智慧 当你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你存在过 世界发现更多知识 真理和真相了吗 第二个我们要问自己身体的问题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世界就更加的统一 健美 健康了吗 眼睛和其他的感觉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世界就更美丽了吗 心灵的问题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世界就更多的爱和慈悲了吗 美德和良知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这个世界就拥有更多的道德 公正正直诚实了吗 第六个问题 精神的问题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这世界上的各个方面 更趋向灵性 拥有更多的信念 怜悯 宽恕了吗 人们更信仰上帝 或者更爱家人了吗 第七个问题 娱乐的问题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这个世界是否被点亮 人们是否忘了劳作的辛苦 有了更多的欢笑 更多的愉悦呢 八占有的问题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 人类对物质的贪婪占有吗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个人社区国家 是否对物质层面 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呢 九 地球的问题 当我们生命终止的时候 因为我们存在过 脆弱的地球 是否得到更好的保护 世界宇宙 是否得到更深入的探索 所以这九个问题 是我们使命目标的问题 通过这七朵花瓣呢 我们就开始啊 更加认识自己 其实作者还给了我们一些 认识自己 帮助自己的方法 比如说 你选择三个最感兴趣的领域 然后选五个最喜欢的变通技能 然后三个最感兴趣的领域 五个最喜欢的变通技能 写在纸上 给朋友家人 或者你认识的专家看一下 然后请他们告诉你 有什么工作符合你的三项兴趣 五项技能 就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写下来 这个叫集思广义 然后呢 你要认真的去研究 研究完了以后 锁定一些行业 再去问该行业中 你最认识的人 或者局外的人 让他们 给你一些建议 你可以反复去做 如果一个人呢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独特 我们需要做一个跨界的人 因为有交叉学科优势的人 或者是具备多个领域知识和技能的人 会更有竞争力 我们谈一下如何面对我们的缺陷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缺陷的 有些雇主呢 会因为你缺陷就不雇佣你 有些雇主呢 不会在乎你的缺陷 而在乎你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 如果世界上有四千多种技能 我们假设啊 如果普通人掌握了一千多种 那还有三千多种 普通人敢干不了的 我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缺陷呢 有特定的名称 很清楚 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看看能够搜出什么来没有 然后去学习 去联系他们 看看那些人 那些牛人能够有什么建议给你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克服的一种缺陷 这种缺陷呢 就是害羞 在求职过程中啊 很多人最大的绊脚石 是什么 害羞 有什么缺陷是最致命的 毫无疑问 是害羞 这种我们要克服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作者所谈的跳槽 跳槽我们也要测评自己 测评是一种参考和指示 不是标准 不要偏性一个测评 偏性的话呢 可能会把我们带入企图 测评总是会 褒贬不一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测评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跳槽 跳到哪一方面 这个跳伞的时候 应该着陆在哪一块 我们要想好 然后跳槽呢 要记住啊 有两方面 一份职业啊 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种是职位 一个是领域 职位是你要做什么 领域是你在哪里做 同时改变职位和领域 是比较困难的 这就是我们在职业规划中 常说的 转职不转行 或者转行不转职 跳槽有一些方面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例如我们去找 我们要去找那一些 看起来有趣 或者很吸引我们的职业 如果不有趣 不吸引我们 恐怕你做的不是很久 在跳槽的过程中 要确保生活的支点不变 换句话说 就是不要彻底的改变 阿基米德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支点的 不管周围的生活环境 如何变化 这个支点呢 是不会改变的 与其敢潮流 去参加什么招聘会 不如首先从自我探索 以及你想要的是什么开始 一份最好的工作 或者职业 应该是让我们感到最幸福 或者最有成就感的 至少应该具有下列特征中的一个 你可以使用你最喜欢的变通技能 可以运用你最喜欢的学科领域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知识 可以给你提供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 工作条件 可以给你提供可观的薪水或者福利 和你的生涯目标 职业价值观相吻合 这需要深入的自我探索 所以投入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思考 去选择一份新的职业 你才能够得到最优的选择 其实啊 在求职的路上 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自己 你可以听我前面分享的一本书 商业的本质 杰克维尔奇写的 这本书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那当然今天这本书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如果你还年轻或者相对年轻 你的第一份工作选择有可能是错误的 犯错很正常 有一位智者说 人类是唯一能够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生物 所以我们有机会去纠正错误 很多的人一辈子至少换过三份工作 有的人换过八份 有的人更多 所以呢 我们尽可能选择 并且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 这样你做工作的时候 好像完成了一个有趣的任务 你感到有趣 你越感到有趣啊 你的选择就越有可能是正确的 很稀奇吧 最后一个注意事项是 不要轻信 哎呀拿到大学毕业证书 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样的说法 如果你还在读高中 或者你过去有这样的想法 要抛掉这样的想法 本书我刚才讲过 有三部分 求职 跳槽 创业 三方面都好像降落伞一样 你要认清楚 什么降落伞 哪一种颜色的降落伞 是适合你的 现在我们谈谈创业的部分 创业像跳伞一样 需要学很多的功课 是冒险的 但又很刺激 我曾经在YouTube上过一课 那位创业者说 他说创业一年 等于你工作八年 所以创业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当然创业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 这一点大家要想好 一个人如果他失业了 然后不管你多么努力 仍然没有就业的机会 这个时候你不妨考虑自己创业 过去有些人他创业失败 他们的失败是宝贵的经验 可以和他们谈谈 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可以找几个创业者交流一下 问他们创业成功 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然后列一个清单 再列一个清单 写下你现在目前所拥有的 知识经验和技能 然后把创业所需要的技能 减去你现在有的技能和知识 得到的结果就是你要创业 但是你所缺乏 但是又是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那有两方面可以解决 你自己学习这些技能和知识 另一方面 你去招募 有这些能力的同伴和志愿者 如果你要创业 尽可能详细的写出 你打算创立什么类型的事业 手艺人 咨询师 文案 数字艺术家 作曲家 插画家 个人录像视频制作的人 顾问 水管工 电工 自行车修理工 公开演讲者等等 很多很多 如果你要去拜访一位企业家 拜访一位老板 但是你想要做的事跟他是一样的 那你怎么样得到他的经验呢 那你就要告诉他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跟你距离是标原的 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意 这样让他有安全感 他也乐意跟你分享他的经验 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热心的人 愿意帮助别人创业的 他们愿意十分慷慨的抽出时间 分享他们的故事 并且给你提出宝贵的建议 这一些是多多益善的 像这些呢 不要用邮件交流 见面谈比较好 创业是有风险的 但是风险是可以管理的 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免得我们在遇到风险的时候 就后悔 就质疑自己 我们在创业之前 我们要从前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否则我们有可能面对失败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有一些创业失败 后来成功的巨人 他们失败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经验 站在他们的失败上 我们可以看得更远 可以避免很多的失败 总而言之 我们要进行一番的研究 就好像跳伞之前 我们要先要做一些的功课 才能够跳伞 另外现在很多人在家创业 他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呢 也是一个好的主意 省房租 省了路程 开支也比较少 不过呢 事业和个人 因为在家创业呢 有可能这个事业和个人家庭生活会出现一些冲突和干扰 这一点呢 大家要想得到 有些人创业呢 是购买一家特徐经营店 因为他不想一切从零开始的痛苦 所以他就买进一个已经成功的生意 就可以盈利了 那事实上的有很多这样特徐经营公司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创业 一定要提防商业诈骗 如果你要建立很多的人脉 因为人脉就是前脉 有一位他提醒我们如何建立客户群 他说一开发自己的网站 吸引客户到你的网站来 确定你的理想客户 然后呢 要做到 使他们一进入你的网站 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要建立信用 提供价值 把你的产品 分成前期的中期的最终的 免费送出前期的 用中期的东西换取信息 最后呢 卖出你最终想要卖的东西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 最后作者给了我们 最后一个信息 就是如何处理你失业后情绪的指导 或许我们有些人正在跳槽 或者准备跳槽 或者是失业 失业对人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失业使很多的人在精神上都付上了沉重的代价 研究人发现 很多人失业越久 他越容易生气悲伤 那怎么办呢 在失业阶段当中啊 我们需要保证睡眠 定期运动 每天散步 每天散步 喝大量的水 补充维生素 尽量的少吃甜食 到户外走走 看看不同季节的绿树 阳光 花朵不同的人 等等 这样我们的心情会大好 我们可以关注别人和别人的问题 而不只是关注自己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趣小的冒险 我们可以通过扩大精神事业 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来处理情绪 我们可以和爱人朋友 聊聊所有的感觉 作者甚至说 我们可以敲打沙袋 枕头 摆脱愤怒的情绪 可以列出让我们感激 高兴 幸福的事情 大家特别留意 我们可能有一个致命的错误习惯 就是当失业的时候 花了太多的时间 反思生活中的错误 错事 所以呢 通过列出感激 高兴 幸福的事 让我们会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原来我们所拥有的 还是很多的 好 这本书就分享完了 据说1923年时代周刊 创刊以来 这本书是最有影响力的 一百本书籍之一 希望今天你有收获